在NASY的开普勒寻天项目中,寻找系外移居星球是其重要的任务之一,地球人口已经突破70亿,地球资源越来越匮乏,总有一天会枯竭,地球的坏性也受到了毁灭性破坏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寻找可以居的系外星球是件十分迫切的事,经过不断努力,科学家们也有了新发现,NASY宣称在宇宙中找到了一个与地球高度相似的星球,可以说是第二个地球。 这次的发现是NASY和Google机器人学习项目合作的又一成果,AI参与寻找一居星球的好处是,它能分辨出人类所分辨不清的模糊细节,在这一方面,AI的灵敏度也高于人类几百倍。 这颗新发现的地球,离地球有次十光年的距离,已经被侦测出大气的有效构成物质是道合氧,其含氧量甚至比地球还高,这颗行星大小是地球的98.6%, 这是第一次发现比地球小的系外行星,从这颗星球大气氧含量可以推断,其上面生长着茂盛的绿色植物,再加上已经分析出的大气成分中含有充足的水分子,说明这颗星球上的水不会比地球少。 NASI刚公布这一最新发现时,好多科学家都感到无比兴奋,因为上帝终于为人类预备了这么相似的第二家园,人类移民外星球的机会仿佛已经出手可及时的。 但接下来的报告,无疑是给所有科学家都投一条氧水,环境这么宜人的新地球,可能早已孕育了属于它的生命存在,这严重限制了人类将来前往移民的可能性。 如果将来有条件前往移民的话,说不定就是一场星际大战,不过,这一切仅仅是最新的一次发现,这颗第二地球上边到底怎么样? NASI表示,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,而且必须开发出比开普勒更先进的寻天望远镜,甚至于能够直接观看到遥远行星的表面状况,而不是仅仅还用人日观察法去确认它存在。